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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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进到语法 首先,这份讲义 总共有五个部分 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要讲语法系统跟语法 记得上一次讲构词的时候 还是讲声音的时候 一开始都有讲语法系统 所以我们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会挑的比较快 第二部分是讲成分、词、词组和句子 词跟词组的区分 我们上一次也讲过 就是 对汉语来说是比较难的 不过有一些依据 第三个部分是 利用句子层次的分析 用IC分析法 来看树状结构怎么画 那会介绍 简单的花束的方式 也会让同学做一些演练 那第四部分是语法基模 语法基模就是在讲 不同的学派 特别我自己熟悉的学派 是衍生语法或生成语法 他的整个语法基模的样貌 还有他对华语教学的界面是怎么样形成的 第五个部分的话就是跟二语习德 就是我们华语教学是二语习德的一个部分 不是母语习德 所以就是华语教学的领域 在我们的语法认知之下是怎么跟他互动 第一个部分语法系统跟语法 这边讲到衍生变询语法 始于1957年 Nom Chomsky提出的一篇 《论文 syntactic structure》 Nom Chomsky他是 犹太人 然后他在 他在某个求学阶段的时候 好像是在UPEN 念硕士还是大学的时候 他的专场 其实他的领域不是文科的 他是理科出身的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数学之类的专场吧 那他后来呢 写了一篇 在Harvard访问的时候 写了一篇 《巨法结构》这本书 Syntactic structure 对语言学的影响很大 然后他对语言本 关于人的认知 这个部分的假设 对于心理学也产生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他后来就变成很有名的一个学者 他中年跟晚年的时候都在麻省理工学 MIT里头的语言哲学系里头担任教授 我自己学的是衍生变形理法 我的指导教授是蔡伟田老师 蔡伟田老师是 应该是第二位吧 第二位台湾人 然后是直接受教育 他是Nom Chomsky的指导学生 所以在200...2008年... 对不起! 2010年的时候 Chomsky来到台湾 那他只做了两场演讲 那一场是跟有关他的政治立场 蛮极右派的 他的政治立场是在那个中文院演讲 然后关于语言学的部分 他是在清大做一个演讲 然后清大也办了那个荣誉博士给他 所以他是我的施工就对了 那他认为呢 语言是一套有限的公式或工具 制造出来可以 那这套公式或工具 他是一个本能 可以制造无限的语句 那一个人如果能够理解 或是找出没听过句子 就是因为这一套语法存在于心智 那因此一个语言可以有怎么样的语句 语法的规律却是怎么样 请大家填入无限多的语句 那语法却是有限的 我们能够用有限的规则跟词库 去造出无限的语言 这就是语法本身的本质 第二个广义的文法或是语法呢 英文我们说gram 指的是一个语言的系统 那大家同学要不要说看语言的系统 你们认为有包括哪三个 上次我们讲过语法的基模 所以语言的系统之上包括什么 语华 语言系统 语音 语音或音韵 第一个请大家填上那个音韵 phonological system 那个英文的 phonology跟 phonetics 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phonetics 是语音 没错 那 phonology 我们通常会讲音韵 语音的话是指单音 那音韵的话可能就牵涉到比较大的结构 包括音节结构 然后韵部的结构 然后当然还有那个韵律结构 还有super segmental intonation跟tone 好 那第二个系统是什么呢 那个惠语 嗯 就是句法系统 好 好 那 嗯 第三个系统是什么 语喊 semantic system 不是 再猜猜看 音韵句法 就是一个 语句里头包括它的声音 对不对 是语音串 然后包括它句子的结构 然后还包括另外一个是很重要的 语句一定有什么 声音跟什么的对应 语意 对很好 请大家填上语意 所以我再念一次 广语的文法或语法指的是一个语言的系统 它至少必须包括 音韵的系统 句法的系统 跟语意的系统 好 那狭义的文法 好 就是所谓的句法学 嗯 在 有 在中 英文系里头的 嗯 那个syntax 我们叫做句法学 那中文系里头常常会称呼的是 语法学 好 那事实上本质上都是在讨论 语句的规则 好 再来第三个 syntax 被称过句法学 或语法学 它是专指语句结构 规则 那现今流行的衍生语法学派呢 注重句子的衍生 好 那注意哦 这个衍生语法学派跟生成语法学派 是同样的 只是它的称呼不同 生成是生命的生成功的成 那也就是语言行为背后的心智活动层面 关系存在语言内部的系统 好 那关于这一句法学或语法学有两个小点 次要的小点 第一个是最早的延伸学派 开始区分生成结构跟表面结构 那表面结构是由生成结构经过变形而来的 上次我们有在黑板上画过这个结构 待会在后头还会再讲到 第二个是后来衍生语法学派开始注意到 本能 语言本能跟语言表现的区分 这个英文是competence跟performance的区分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在认知上有 习得语言的这种本能 有一套认知的经模可以让我们去 去学得跟实用语言 但是实际上的语言使用是比较关乎语言表现的 performance 那所以语言表现就是跟语用比较有关系 我们有时候用说话来做一些语言行为 那这些都是属于语言表现的范围 也就是说这是后来在社群社会当中去习得的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说语言有一些语用的层面 就是语言可以做当作行为 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让余涵很生气 对不对 那我想跟他道歉 可是我今天进门来了 就跟余涵一直聊天 我就说你今天还好吗 看起来气色不是很好 是不是你昨天没睡啊 其实我只是要表示我昨天对他做一件事情的歉意 可是我跟他讲的这些 讲了十分钟五分钟聊天 当我说出对不起之前 我又没有完成道歉的行为 没有 可是我只要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 这个语言行为所谓的道歉 他就完成了 这就是很典型的用语句或语言来做行为 表示一种只有说出这三个字 才完成的某项行为 对不对 所以当我说出对不起之前 都不是一个道歉行为 这就是所谓的speech act 就是言说的一种行为 那这种行为他是比较社会层面的 他跟我们学会这个语言 懂的一个语言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他是跟 他是跟语用语言的使用层面比较有关系 那衍生配型语法包括两套的语法规律 一个是词组律 一个是变形律 我们先来看看那个 刚刚这个图 生存语法的基模 在各位讲义的二十四这个部分 刚刚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左边A这个 这是川普希学他六零年代的语法基模 语法的一个表达形式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语言本 究竟包括哪些 这个上次好像有提过 对不对 那我的部分不能放下 下次 那个上课前助教来 请各位一起请他帮我把 把那个 语文设定好吗 所以以这个A这个图来说 左边的上面是Lexican英文 其实他就是词汇库 所以一个语言他必须有一整组的词汇库 那他有很多很多的词汇 每一个词汇对应到一个声音 跟一个意义 那词汇库以外 把词汇填进一个词组律 右边这个PS rule叫做 Free Structure rule 就是词组律 把它填进词组律之后 词组律长得有像各位看到的那个 华语课本语头语发点 他会告诉你哪一个成分在前面 哪个成分在后面 整个句子 把字句是长怎么样 指数句是长怎么样 那把词汇填进去这个 词组律之后 就生成一个句子的生成结构 那生成结构到哪 表面结构还有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放那个变形律 上次有讲过 我们从直数句变成疑问句 有一些变形规则发生 对不对 以中文的来说 至少有什么变形规则 是让我们可以形成疑问句的 比如说 将三打了以四 加什么 particle 句末注词 变成疑问句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句末就是 这个一样是 np加上b加上np 整个这样 那这个就是np 第一个方式就是 加上rt 我们加上m 那张三打了以四m 就变成一个疑问句 那请问这是什么问句 这是疑问词问句吗 不是吧 这是什么问句 你怎么回答 张三打也是吗 打了或没打 要不就是是 要不就是不是吗 对不对 是非问句跟选择问句 通常就是有两个可能性 两个秘密让你去选 一个就是打 一个没打 是打了或是没打了 那同样的那个 a非 a的行程 比如说np1加上b加上b 这个我们叫做a非 a的行程 这个我们叫做a非 a的行程 这个我们叫做a非 a的行程 这个也是用 也是让你去选择嘛 就选择打了或没打 所以是非问句跟选择问句 是从两个秘密让中去选一个 可是今天假如说 我不知道 打张三的人是谁 那我把它放一个疑问词 所以这个np1 用疑问词来取代 加上一样加上中子 加上m1度 这会变成什么 这是疑问词问句 疑问词比如说 谁、什么、在哪里、为什么等等 所以我假如说这句变成了 谁打了一次 它是什么问句 疑问词问句 那这个就是从这个 不知道的一个名词组 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变相 变相是什么 有点像数学里面的那个 词的嘛 就不知道是谁 有可能是张三、李四、王五 张老师、刘老师、蔡老师、邱老师 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变成有无限的可能 这个我们叫做变相 它变成一个变相 所以谁打了一次 像这样子的规则 本来的指数据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们要造成疑问变形 我们就有这几种方式 变这里、变这里、变这里 那像这样子的表达式 其实就是长得有点像这个 持组率的样子 所以当持组率 经过某些变形率 比如说我们说把动词变成 NRA 或是把这个变成变相 这些都是变形率 所以从深层结构这个值数据 要变成你现在后来的其他 衍生出来的句子 它会有这个阶段 所以 深层结构跟表面结构中间 我们说是变形率 所以持组 持组 那个句法的规律有两种 在这个基模之下 在60年代很久了 以后你们会知道 这个怎么就都改掉了 不过大家知道它的基本模式 那在表面形式的层级呢 就有LF 语意 跟PF 音韵 这两个 所以在表面上 我们看到的语句是 语意跟声音的结合 对吗 这就是比如说 疑问变形 那英文的疑问变形 我们知道它有两种方式 一个叫什么 它叫做aux inversion 就是把动词移到主语的前面 比如说 Mary is smart 你要怎么变成疑问句 Is Mary smart 对不对 把那个is移到 Mary的前面 就变成疑问句了 那另外一个疑问句 形成的方式是什么 一样是John hit Mary 的话 把John变成who Who hit Mary 可是你不知道的 如果是谁被打的 你不会说John hit who 你会说 Who did John hit 要把这个疑问词移到前面 那疑问词变形 对英文来说 就牵涉到疑问词移到句首 那汉语里头就没有 那为什么我刚刚说 那个汉语的那个谁是一个变相 原因是因为疑问词这种 像中文的谁 它除了可以造成疑问句里头的 不知道的成分之外 它还可以造 不是疑问的译句 不是疑问的译句 比如说你可以说像这种句子 谁来谁先吃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谁来谁先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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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很多很多选项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 重点是什么 就是 假如说这是变相 不知道是谁 那这整句就很像一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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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只要把人填進去 你就知道谁来 比如说 邱老师来了 邱老师先吃 余涵來余涵先吃 就符合這個句子想要說的事情 對不對 會不會是邱老師來余涵先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變相都是同一個x 就是跟那個代數一樣 你就把這個代進去的時候 這個要跟他一樣 一定要一樣 所以中文的 華語的這個疑問詞 其實它是比較像一個variable 就是比較像一個變相 OK 所以它不一定是疑問詞 疑問句啊 這個誰來余涵沒有什麼問題而已 它只是要告訴你說 張三來張三先吃 理次來理次先吃 它必須以致而已 對吧 那至於是誰我們不知道 有點像數學的代數裡頭的 不知道的成分 我們做x對不對 好 這裡講演 回來剛剛的那個第一個 所以衍生語法學派注意到語言 本能跟語言表現的區分 然後呢 語法學家關心的議題 所以衍生語法包括語法的 磁阻律跟變形律 自己點進去 磁阻律跟變形律 好 那接下來要講語法 它在傳統上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第一個是所謂規範語法跟描述語法的區分 規範語法我們說叫做prescriptive 描述語法我們叫descriptive 在講這個之前 下面還有這種區分 就是傳統語法 結構語法跟延伸語法 結構語法就是強調語法的結構 延伸呢 就是強調句子跟句詞之間有延伸的關係 有一些是句子的生成基底形式 有一些是變形後的結果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這些變形規則 我們就會從有限的句式裡頭可以創造出無限的句式 那回到規範語法跟描述語法 各位知道這兩個者的區分嗎 規範語法跟衍生語法的區分 那個應言 你要不要說說看 你剛進來 規範語法 是 你有聽過嗎 描述語法 描述語法 嗯 許久我先講一個 然後讓你講另外一個 好吧 那個描述的語法 一般就是 語言學家在看待語言材料的時候 他是去聽人家怎麼說 這個語言的人是怎麼說 比如說疑問句的形成 我們會去歸納這個語言裡頭 疑問句有哪些形式 大家怎麼說 然後把大家說的東西記錄下來 然後呢 形成一套規則的東西描述它 這叫描述語法 所以對於這語言學家來說 語法它是用來捕捉人 講話行為的一套工具 它會不會創造 不會 它會不會修改 不會 它就是忠實的觀察 人怎麼說 然後就把它寫下來 這個叫做描述的語法 那規範語法 你能想像是怎麼樣嗎 依念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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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描述 那你覺得我們現在學的語法是哪一種語法 是描述的 是描述的 對 是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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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有 你以前大學有學過修法學後語法學嗎 我覺得描述語法聽起來好像是功能語法的感覺 哦 功能語法的感覺 這個是 一年講的這個是延伸語法跟傳統語法的差別 其實事實上延伸語法也是一種描述語法 因為延伸語法它不會創造性的 它也是忠實的去描述人說一問句是怎麼說的 對不對 那所謂的規範語法是在 大家跟我回溯到歷史的某些年代 某些社群某些國家 它可能會有精英分子 貴族分子 那它有一些學者會替這些人寫一些語法 這個語法是做什麼 告訴我們怎樣說是對的 怎樣說是不對的 去限制你這樣說才對 這個叫做規範 規範語法 對不對 不是說你單純去捕捉大家怎麼說 而是去規定說 這樣說才是漂亮的法語 這樣子說是口語法語 那或者說這樣子說才是標準的語音 標準的發音方式 另外這樣說是不對的 這個就叫做規範 也就是說規範語法 它寫出來的語法是參雜子價值判斷 然後會告訴人 告訴目的是在告訴讀語法人說 這樣說對 這樣說不對 所以它是規範 那描述的話是這套語法純粹的在描寫 大家怎麼做這個言語的行為 這個區分可以理解嗎 所以基本上你們學的不管是功能語法 或者是形式語法 或者是LFG 邏輯的語法 這些都是描述的語法 因為它的目的都在描述語句的規則 可以嗎 它的目的不是要告訴你說 你不能說It's me喔 你要說It's I 才合語法 你說It's me就錯了 但事實上你去外面看 大家都說It's me 對不對 或是它也不會告訴你說 你不能說有字句喔 欸不是這個不要講好了 就是你不能說什麼什麼 你只能說什麼什麼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那這樣子以這個觀點來看 大家覺得教學語法是哪一種語法 描述語法或是規範語法 應言 應該是規範語法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要告訴學習者怎麼樣說才對 這個語言怎麼說才對 那所以常常會遇到學生就跑來跟你講說 老師老師 你跟我講課本裡面講說這個把字句背字句 怎麼用 可是我在外面有聽人家講到不一樣 比如說他們會有一些新奇的用語 比如說什麼什麼很大 比如說學生就可能回來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聽到人家講說 這個你這樣做虧很大 這個或是說像以前廣告也殺很大 但是他這不是 但是我們的課本裡頭會告訴他們說 動詞後面不能用 很加行動詞來修飾嗎 不可以當他的不 就是沒有一個語法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說虧很大 殺很大 對不對 這可能是其他方面借過來的 所以沒錯 那個教學語法是一種規範的語法 那這個沒有什麼好壞啊 只是說屬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學的東西是什麼 那描述語法去描述這個母語者怎麼說之後 那規範語法就可以去依照這個描述語法的一些 inside 他的得到的見解 他捕捉到的現象去告訴人家說怎麼說才對 所以他其實是互為所用 不應該是互相抵觸的 那語法跟語法之間也沒有誰比較優秀 誰比較漂亮 這些都是價值的人為的價值判斷 那規範語法有規範語法的優勢 因為你在教學的時候 你如果不告訴學生怎麼說對怎麼說不對 那等於就沒有法度啦 因為他就是還沒學會這個語言嘛 對啊 那描述語法 如果你去告訴母語者 怎麼說好怎麼說不好 你能夠改變他的說話現象嗎 也不行啊 就母語者不會因為你告訴我說 你不能老師 你告訴我 我說你不能說 他 他有 他有 他有很漂亮 那我就不這樣說 也許我是母語是米蘭語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講有字句 我在菜市場每天都講有字句 怎麼樣 重點是說 每個語法的屬性是不同的 這是沒有好壞跟價值的判斷 第五個結構分析其實是跟語音有關 但是有時候又是獨立的兩個部門 我們剛剛講到語句 他有他的音樂部門 句法部門跟語意部門 那句法是什麼 從一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第一句 這邊五的第一句 He not is a student 當你聽到這個英文的時候 我故意用英文的例子啦 這樣子比較有點距離 那He not is a student 這一句怎麼樣 是對的句子嗎 不是 他顯然是病句嘛 所以左邊畫一個星星號 星星號的意思不是很重要 星星號是說病句 這句話不能說 所以 He not is a student 是不好的 要怎麼樣才是好的 He is not a student 對不對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說這個句子是怎麼樣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說他不符合照句的規則 因此他句子是錯的 請問他的音韻有沒有發生問題 沒有 那請問他的語意有沒有問題 也沒有 你完全知道他大概要表達什麼語意 但他發生問題的點是什麼 造句規則錯了嘛 對吧 你把句子造錯了 他結構不對 那第二個呢 The tall green sleep furiously 這是什麼 主要動詞是哪一個 Sleeps 對不對 那他的主語 The tall green 對不對 那看起來也很符合造句規則 為什麼 因為主語是個名詞嘛 對不對 然後有個修飾語 Tall來修飾他 而且他還有定冠詞 符合英語的語法 The 對不對 然後呢 動詞是Sleeps 那副詞修飾他Furiously LY結尾的是副詞 修飾睡覺 可是這個句子發生什麼問題 他有沒有打星星號 沒有 所以他不是病句 為什麼 他發生什麼 他發生什麼問題 為什麼這個句子永遠你聽不到 不會在正常的模擬者講出這個句子 他在哪裡發生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三個部門 音韻 語意跟句法 前面那個句子 Hinanis 我們說造句規則 句法錯了 對吧 語意沒有錯 你知道他就是要講 他不是個學生 這個語意 第二個句子發生了什麼問題 會 語意發生的問題 他完全符合這個語言的造句規則 可是呢 他的語意錯了 為什麼 首先 首先Sleep是某個有睡覺 他是一圓洞子 那問題是綠色是一個顏色 顏色的東西他沒有生命 他怎麼會睡覺呢 對吧 然後呢 顏色是沒有生命 他怎麼會有一個修飾語 是修飾他的形體很高 因為他沒有形體啊 那睡覺這個動作 他既然是一個靜態的狀態 他怎麼會很猛爆性的 很狂野的睡覺呢 這兩個就是他的副詞 跟他的動詞事件的語意 是相衝突的嘛 所以這一句跟剛剛的相反 剛剛是不合乎造句規則 造成病句 第二句是合乎造句規則 可是語意不對造成病句 那第三句呢 He don't like it 他也被打了新信號 請問他發生什麼 什麼問題 句法的問題 對 一話說對 他也是句法的問題 他也不符合這個語言的造句規則 那不符合的 跟剛剛第一句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句是順序的問題 語序的問題 第三句他的錯誤是在 助動詞的形態不對 我們要說he doesn't like it 這次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他那個助動詞的形態必須跟 主語的第幾原稱 單負數去做一個對協 對協就是說他要跟他一致 所以he只能跟doesn't 只能跟doesn't 不能跟do 對不對 那引英文的這三個例子 我們發現怎麼樣 語意跟句法可以是拆開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句他 合規則 不合規則 不合句法 但是合語意 第二句 合句法 但是不合語意 對吧 第三句也是不合乎規則 可是他的規則不是整個不符合 他只是不標準 這告訴我們語意的句法 其實是可以拆分出來看 可以嗎 這邊 第六個句子的規則就是所謂的語法 語法扮演的角色有什麼呢 有三個 第一個是解釋句子的合法性 第二個是區變跟顯示句子的多異性 語法規則通常也要可以解釋語句的多異性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解釋句子當中 成分之間他們的語法關係 什麼叫做其異啊 你們知道嗎 多異性 等一下可能會講到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再講好了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要進到第二個部分了 第二個部分在講成分 成分有詞 詞組跟句子 那上次我們有講過呢 詞跟詞組在 在哈語裡很難區分 對不對 那其實不只這樣子 句子也很難區分 我稍微問一下同學喔 你們覺得什麼樣叫做一個句子 怎麼樣叫一個句子 我們說話的時候就是我們 口腔不斷的製造出聲音來 然後 隨著時間經過這些聲音 一直發出來 那我怎麼知道 什麼樣是一個句子 哪裡到哪裡是一個句子 我們今天去聽一個你完全不懂的語言 比如說南道語 比如說我隨便說什麼 金馬古吉卡上古馬岸 這是 還要沒語 那你怎麼知道從哪一個聲音到哪一個聲音 是一個句子 他可能就一直講 像我現在講講講用中文講課 我就一直講 可是你完全知道從哪一個到哪裡是一個句子 可以怎麼切分 哪一個句子表達什麼語言 對吧 可是非魔語者不是啊 那也有原理學家去側錄一個人說話 比如說我這樣一直講課 就把他錄起來 然後用聲譜語去分析他 那你會發現那個音波是一直持續不停的 中間都沒有任何間斷 那魔語者怎麼知道從這個點到這個點是一個句子 句子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一人唸一個這裡有四個 還有沒有五個人 那新帝開啥新帝第一個 所以很簡單 句子的定義就是說魔語者覺得那是一個句子 就是一個句子 可是魔語者他的那個meta linguistic knowledge 就是他的對語言語言的那個反省力 其實不一定那麼強 比如說 哦 我說 今天假如假若新帝問我說 老師你吃了早餐沒 然後我說還沒我還沒吃早餐 請問這是一個句子還是兩個句子 各位都是魔語者 你們認為我說還沒我還沒吃早餐 幾個句子 一個舉手 兩個舉手 所以是還沒是一個句子 然後我還沒吃早餐 好那英文好了 現在你不是母者 嗯 Have you eaten No I haven't No I haven't是幾個句子 一個舉手 兩個舉手 那所以這是直接翻譯 不是嗎 但在你們認為在漢語是兩個句子 在英語是一個舉手 好現在要回去修改 你覺得還沒我還沒吃早餐 是兩個舉手 一個舉手 不知道舉手 重點是說 魔語者可以去知道從哪裡到哪裡代表什麼寓意 可是你如果要講說怎麼樣是一個句子 其實還是有時候還蠻難的喔 因為包括我們 如果對結構不是很敏感的話 就是一般的說話者 魔語者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像你們想那麼簡單 好那第二個請這個 玉海唸一下 兩個語音停頓的中間 所以句子是停頓的中間 這個好像也很合理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從哪裡到哪裡是一個句子 可是其實語言學家去側路 我剛剛講過了 你很難斷定哪裡有斷點 像剛剛那個例子 還沒我還沒吃早餐 其實中間是有斷點 就是有pause的 有停頓的 那可不可能有一個人講話他就是 還沒我還沒吃早餐 他就是沒有停頓 有些人有沒有可能說 還沒 我還沒啦 吃早餐 吃早餐喔 我還沒 有沒有可能 那這是不是都有很多斷 那你是說這是五個句子嗎 四個句子 像那個劉老師講話很快 他可能就中間沒有什麼pause 那所以意思是說他句子特別長嗎 那我講話特別慢 那是說邱老師的那個句子都很短 然後都同樣講一篇東西的時候 同樣講一個語篇的時候 我的句子特別多 是不是這樣嗎 其實不一定嘛 對不對 那究竟那個pause怎麼不足以 但是這些都是一些參考的方式 因為你如果都不相信他 但是你要知道說這個難處還是有 還是有他的難處 第三個會語 語言交際等中表達一個完整的意義 完成一個交際任務的語言單位 所以表達一個完整的意義就是一個句子嗎 如果以語意學的觀點來說一個命題 以前他們是用命題的 完成一個命題就是一個語句 但是這裡講到一個交際任務 完成一個交際任務的語言單位 對這個就有點有點可以去去抨擊的地方 首先就是你要完成一個交際語言任務 像我剛剛講的 我就說對不起 那我是不是完成了道歉這個交際任務 那它是一個句子 沒錯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可能像我們在教學的時候也是啊 比如說像任務型交易 你交給學生一個任務 去問路 他可能要四個take 4 就是要硬答硬答三個到四個 他才可以完成這個問到這個路的任務 可能我要先問 A要先問說 請問你知道台灣大學在哪裡 那B可能是說你是說台灣大學嗎 然後另外一個說是的 台灣國立台灣大學 然後他又回答他說 就在羅斯福路上 請問羅斯福路在哪裡 就在那邊他指著 對不對 然後說好的謝謝 這樣子才完成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 溫度 溫度 對不對 那可能顯然他就是不多於 就是不是只有一個句子嘛 那第四個 喔剛剛誰沒講過 沒想過 余涵有了 心地有了 硬臉 惠惠 惠惠是剛剛是不是 那一滑一滑 呃 表達完整訊息 能回答誰加怎麼樣的格式 具有語調 哦 句子是能夠表達完整訊息 能夠回答誰怎麼樣的格式 其實誰怎麼樣的格式 他是一個普通的 但以專業的角度 其實誰怎麼樣就是主位結構啦 有沒有誰是一個主語嗎 然後怎麼樣 其實他是位語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句子都是有一個主位結構 當你把主位結構講完了 你就這個句子就講完了 而且有一個語調 語調跟音調不一樣 音調是它是發生在一個音節上頭的調節 像我們是音調語言對不對 可是語調它這裡講的是intonation 所以比如說同樣一個形式 它不同的語調也可能是不同的force 不同的語句的不同的句子 比如說 嗯 張同學很聰明 這是一個直數句 張同學很聰明欸 就變成一個什麼 不要A也沒關係 張同學很聰明 就變成一個很激嘆句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張同學很聰明 然後變成疑問句 所以它表達完整語意有語調的 它就是會是一個句子 這四個 除了這四個你們有沒有什麼其他想法 你覺得還有什麼可以來幫助我們定義句子的 怎麼樣叫做一個句子 有嗎 有空可以想一下 那詞跟詞組我們上次有講過 就是是很難去區分的嘛 那這邊也一樣有提供幾個區分的標準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有很仔細的講 詞跟詞組怎麼區分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請 我們就一個一個 我就把它一個一個念過去 首先就是能不能獨立 能不能獨立出來 比如說斜跟跟斜幫 斜幫就是那個插在鞋子裡 然後讓你穿進去的那個東西 斜跟跟斜幫哪一個是磁 哪一個是磁座 能夠獨立存在的 棍棒跟樹根哪一個是磁 哪一個是磁座 棍棒是 這個好像比較簡單 棍棒跟樹根 樹的根部就是樹根 對不對 那棍棒呢 棍棒就是一個物體 對不對 所以如果硬要說這兩個其中一個是磁 一個是磁座 哪一個比較像磁座 嗯 那斜跟跟斜幫呢 同理可證 對不對 那第二個判別準則是能否插入 這是能不能離合的意思啦 比如說魚頭 它是魚的頭 對吧 組合性 組合性的意思是說能不能 這個字詞的魚 是不是它的下面的更細的結構 所組成的組合起來的魚 比如說紅花跟紅花 你說老師這個 有一種中藥叫紅花嘛 那它就是紅花就是指那種東西 那種藥材 那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紅色的花 我們叫紅花 那所以紅是一個修飾與花是一個被修飾的名詞 那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偏正的結構 所以組合性就是說紅花的魚翼是紅色 跟紅色的東西跟花交集 就是紅色的花 在那個魚翼學裡頭 它修飾魚是用交集的 那英節數也是 在漢語裡頭我們上次講構詞的時候有講到說 大英節詞、雙英節詞跟三英節以上的詞的數量 那很明顯的就是大部分的現代漢語的 呃 詞語的音節數都是2 所以很大機率 你如果看到一個詞是三個字 三個音節或四個音節 它都比較有可能是詞組 而不是一個詞 不管它是怎麼樣的 它是合成詞還是怎麼樣的 那九這邊很快我們把它跑過去 就是詞組 呃 跟句子都具有同樣的結構關係 主位偏正並列動不動並 那有些人會說 素補、素兵 都沒有詞語上的不同而已 那主位的話比如說地正 地在正 偏正、美景、並列、棍棒 動補、吵、醒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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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到它醒了 所以醒是一個結果補語 那動、兵、掃、地 地跟家、護家 地跟家是這個動詞的一個受詞或兵語 那下面這裡有五個 也是邀請 剛好五位同學 余涵全體參加圖書、書版是什麼結構 上面的五個裡頭 那一個 沒錯 再來 生活、態度、美麗風景 美麗的風景特別的努力 心底 是什麼結構 親戚朋友、幸福、快樂、打鬥是什麼結構 一年 會月 好 再來 喜不乾淨、納品有醉的我站不起來 這是什麼結構 看一下 一年再來 會語 動 對 再來最後寫信跟學習漢語 這是句子的 所以是一花 嗯 很好 好 那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待會回來繼續把後面的部分完成 好 第十點 句子是由請大家填上磁組 磁組構成的 那為什麼要區分磁組呢 一般有哪些磁組呢 好 那個 呃 磁組的話 十一、十二、十三到十五這邊 分別是我們常見的磁組 好 那為什麼要區分磁組 上面有三個 第一個是磁組是句子的結構單位 好 所以下面有一個example 我和張山常常一起去上課 好 那請大家用那個磅磅 來稍微畫一下 好 跟著我畫一下 首先我們把主位結構先區分開來 我和張山常常一起去上課 主語是哪邊 我和張山對不對 好 請你畫一個磅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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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找筆 找不到筆 我和張山 我和張山 這裡先一個大框框八框 我直接用黑板好了 請你先把竹羽框起來 然後再把味羽框起來 好 然後竹羽內部的結構是怎麼樣合成的 好 上課 去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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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味羽對不對 竹羽是 有張山兩個和我兩個 明師組 然後整個連 整個 對等連結構 我們叫他 NP NP 這是竹羽 竹羽跟味羽 對不對 味羽中間有什麼 父子修飾 對不對 長長 17 好 你大概這樣一框框把它框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句子裡頭有哪些詞組的結構 名詞組 對等連結 名詞組整個還會是一個名詞組 之後會講那個結構的問題 常常一起去上課 去上課是一個動詞組 當作為語 一起跟常常是他左緣的修飾成分 是 副詞 好 第二個 因為各個詞組在句子當中有不同的語法功能 所以我們會區分詞組 那 有哪些詞組呢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副詞 借詞 這些詞都可以投射出他的自己的詞組 好 首先第一個 名詞組在句子當中可以擔任主語 兵語 還有定語的一部分 漢語的一些名詞組能夠當作為語來使用 這是漢語的固有特色 像張三大笨蛋 大笨蛋是一個什麼 名詞組對不對 那在句子當中 有沒有動詞 沒有 所以大笨蛋是當作為語 因為他顯然不是 張三and大笨蛋 兩個名詞組連結起來的意思 他顯然是張三是大笨蛋 對不對 那個大笨蛋顯然是為語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某些少數的結構裡頭 漢語的名詞組呢 其實是可以擔任畏語的 那漢語還有哪些詞組可以擔任畏語 一臉說說看 動詞組當然可以當作畏語 還有什麼 對漢語的形容詞組也可以當作畏語 那這個可能是 有些語言比如說英文裡頭是沒見到的 那動詞組具有整整理具有動詞的功能 當作畏語來用 他當作其他功能的相當受限 所以回答問題 這是動詞 並於認真思考 認真是一個壯語 壯語就是修飾動詞的成分 通常是副詞啦 但是語法功能裡頭我們說是壯語 跑得很匆忙得字捕語 匆忙是得跑的一個捕語 行動詞組呢 漢語的行動詞組可以當作畏語定語補語 那判別行動詞組的條件呢 是以下兩個條件都能成立 A 能做畏語和定語的一部分 B 能夠受程度副詞狠來修飾 這個狠是不是一個程度副詞 還有 立法學家上面還有爭議 因為張三很高 不一定表示他程度的確是很高 這個跟那個當然比如說像高這種雙極性的形容詞 其中一個極象一定會被拿來當作neutral 當作中性的 比如說一問句 高跟矮是相反的形容詞對不對 那請問你我如果問你說張三多高 可不可以 那是表示張三就是高嗎 沒有 可是我如果問你張三多矮 什麼意思 我已經假定他很矮了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想說他到底多矮啊 張三到底多矮 可是當我問你張三多高 可能我只是問你說到底是168還是172 對不對 就是那個形容詞如果他是有兩極的 兩極性的形容詞 通常有一個極性被拿來當作是neutral的 是中性的 這個是跨語言上很常出現的一個現象 那很 漢語的很喔 小美漂亮 跟小美蠻漂亮 跟小美漂亮 哪一個比較漂亮 小美漂亮顯然怪怪的嘛 對不對 除非你用對比的方式 小美漂亮 阿花醜 這句子可能就好一點 可是你會不會教學生說你可以說小美漂亮 不會一定說小美很漂亮 那很到底是有那個極性嗎 就已經是很有一個程度了嗎 你如果說小美超漂亮 小美極漂亮 大概有幾分 80分 一年說80分 一華 你如果要說女生80分漂亮 你怎麼說 小美怎麼樣 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80分 超級沒有到90 蠻漂亮 蠻漂亮 蠻漂亮有到80分嗎 70分 70分 哈哈哈哈 蛮漂亮 蛮漂亮 顯然就是比超級漂亮還低一點點 對不對 那極漂亮跟超級漂亮呢 小美極漂亮 超級漂亮 極是大概幾分 還是都一樣 90 超級 也大概90 那橫呢 回到我們橫 小美很漂亮 小美很漂亮 所以她的那個橫喔 她說是程度負詞 可是她的那個程度到底到哪裡 其實橫並不是一個很極端的一個程度 但是橫看起來 那橫跟蠻呢 小美蠻漂亮的 小美很漂亮 應該還是有贏過蠻吧 有沒有 蠻好像就是 六十分這樣子 是嗎 欸那這個是那個 程度負詞裡頭是正 正極的 那如果說 不漂亮會怎麼樣 也是一樣嗎 完全是對應的嗎 比如說小美蠻 蠻不漂亮 然後小美超級不漂亮 然後小美超級不漂亮 好像不大會這樣講吧 會說超級醜 就是有點傷人 但是超級醜 然後還有小美很醜 好 那形容詞anyway啊 通常都是能夠受這個很難修飾 那它可以當作未雨跟定雨的一部分 比如說下面這個當定雨的例子 有水瓶的人不少 那什麼什麼的 的通常是一個結構住詞 幫助你前面的東西 形成一個修飾物 那有水瓶的人 這個人比較有水瓶 當作未雨 有水瓶是一個未雨 這裡牽涉到一個比較句 老王很有水瓶 那個比較句也很有趣喔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高跟矮 你會說張三很高 李四也很高 對不對 一定要很 你不會說張三高 李四高 很奇怪 你會說張三很高 李四很高 那請問我如果要說 張三比李四很高 可以嗎 那個高 前面顯然就是一定要有很 在平常一般的句子裡 你不會說張三高 除非你說張三高高的 用重疊形式 要不然你就一定能說張三很高 這是漢語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如果很是有程度 那我怎麼講說 他沒有程度 張三高的一個 Jump is tall 沒有程度的 那比較句裡頭 張三比李四 為什麼不能說很高 張三比李四 你要說什麼 張三比李四高 對不對 那個比啊 是什麼 比是介系詞嗎 像那個英文裡面是 John is taller than Peter Taller 有沒有 然後 than Peter 那than Peter 是一個介系詞啊 所以John is tall 這是一個好的句子 我只要加上than Peter 就是一個介系詞 就是比他更高 那可是我們漢語裡頭 我們說張三高 過李四 可以 那可是我們常常用 張三比李四高 那請問比是什麼 比李四是介系詞組嗎 可是我把這個比李四拿掉 介系詞組拿掉 句子本來應該要可以 因為介系詞組本來就是像那個 than Peter 本來就是可以拿掉 跟放進去 那我把比李四拿掉 變成張三高 就錯了 一定要橫 沒有橫 可是我張三比李四高 為什麼不要橫 普通句要橫 為什麼比字句 比較距離頭不要橫 所以橫是很tricky的東西 為什麼講到那麼遠 漢語單形容詞通常不能當作 畏語要加上很 所以你可以說張三很高 張三高不行 形容詞組加上壯語 他唸作的可是寫作地板的地 委員們認真的討論這個問題 副詞組 副詞詞組一般是做壯語 出現在動詞前面 所以非常特別是所謂的程度 副詞 今天夕陽特別漂亮 他表示一個程度 通常總是是頻率副詞 張三總是出狀況 張三常常出狀況 介系詞組 漢語的介系詞組 可以引介定語補語或者是壯語 很多人把他分析成動詞或是名詞 往後文獻還會有一些討論 所以介系詞組 我看了一篇關於他的文章 這個關於他 about him 感覺他應該是介系詞組 再來他把張三推導在地上 at ground 也是一樣 在地上 那張三在地上趴著 張三對 他對張三很有意思 那個第二句跟第三句的不同 你們知道是甚麼原有 在 推導在地上跟在地上趴著 他語意是一樣的嗎 我們要照最小對比 張三 張三在沙坑裡跳著 張三在沙坑裡跳著 或是張三在沙坑裡跳 張三跳 在沙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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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甚麼不一樣 功能語法裡面有一個 以前代號語講的 戴老師 戴老師是我以前的鄰居 戴老師他說 有一個文章他說 我們使這個語句的那個順序是mirror 是完全一對一照應事件發生的詞序 所以呢 在沙坑跳著是怎麼樣 你已經位置在沙坑裡 然後在那邊跳跳跳跳跳 對吧 或是在沙坑跳 張三跳在沙坑裡 是甚麼意思 他這樣 從別的地方跳 然後locate 就跳進那個沙坑裡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同的事件 記性子組處於不同的位置的時候 他其實是呈現了事件結構 裡頭不同的時間點 句子的分類 句子的構成單位有單句、負句的區分 句子的語氣有四種 四種句式 傳出句、疑問句、感嘆句70句 句子結構的完整性 主微句與非主微句 非主微句 非主微句包括無主句跟散略句 什麼是無主句 我們常常說漢語裡 都不一定要出現 可是有時候是散略的問題 有時候是沒有主語的問題 譬如說張森 我直接講 去台北 去台北 跑馬拉松 這裡有兩組位於去台北跟跑馬拉松 對不對 請問他都是指誰 都是指張三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裡沒有 我們會說 這裡其實有一個代詞 只是他剛好是沒有語音形式的 為什麼他不要有語音形式 因為前面講過啦 那我們用一個空代詞 代名詞 可以直射到前面的成分 所以張三去台北跑馬拉松 意思是說張三去台北 張三跑馬拉松 對不對 這叫做無主句 這個沒有主語 無主句 那三略句呢 張三去台北 李四也是 李四也去 這什麼 沒講台北 李四也去可以吧 李四沒有 沒有什麼 這是NP 這是李P 空 這是空集合的符號 所以張三去台北 李四也去台北 沒講出來 張三去台北 李四沒有 去台北 這是整個動詞組 這裡 對不對 張三去台北 李四也去 這裡 這個叫做山略 山略的原則是什麼 前面講過的東西 我也不要再講一次 到學期末的時候 我博生論文寫山略句 所以我可能 學期末的時候 那個 這樣 這樣 生成語法的時候 稍微講一下 那個 山略的 持足律 持足律的規則 好 所以結構學派 接下來十七 結構學派認為 凡是在句子的同一個位置出現 應該有相當的功能 具有相當的結構 結構學派他只是看結構 但是大家看一下 Peter is ready to go We are anxious to leave 把to go 框起來 再把to be 框起來 to什麼 叫原型動詞 我們說叫做不定詞 對不對 英文語法會告訴我們不定詞 請問他 這些不定詞的主語是什麼 Peter is ready to go 張三準備好 走 那請問那個走的主語是誰 其實是Peter嘛對不對 所以Peter is ready Peter wanna go 的意思 第二個 We are anxious 我們很焦慮 很焦慮想要離開 to leave 請問to leave也是一個離開嗎 他也是一個位語啊 誰離開 一樣是我們 對不對 那C跟D呢 John is easy to please 跟John is eager to please 一樣把to please畫起來 C跟D句的to please都畫起來 C句 John is easy to please 什麼意思 這件上沒有John is easy這件事情 他很容易就取悅 還是他很喜歡去取悅別人 很容易取悅 那請問那個please 他的主語還是兵語是John 你看 這什麼意思 這句是什麼意思 John is easy to please 這句是什麼意思 一樣有不定詞組嗎 他在 John John在這裡 取悅是 John John是被取悅還是取悅人 被取悅 被取悅 所以他是被你這個位置 才是John 對不對 在這裡 那John is eager to please 呢 Eager 我們說是很渴望的意思 對不對 to please 所以他很渴望去取悅別人 John是什麼 不定詞組的 主語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說 John is eager to please 這個我們可以說 他就是 無主句好了 假設 對不對 那這個是方式 在英語裡頭 我們有區分兩個句式 一個叫做raising 一個叫control control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空的這個 通常是主語 它是一個代詞 空代詞 然後呢 它的代詞的指射 就指射到前面這個名字 所以你可以得到正確的解讀 是John is eager to please 那 這是控制結構 控制結構的話 是假設有一個主語 是空代詞 指射到前面 得到正確的意義 另外一種是叫做 提升結構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本來說 it is easy 你能不能說 it is easy it是誰 不知道 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 可不可以 就是這句變來的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說 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 對吧 所以這個it 它是填補這個空的地方 那本來這個John 是它的兵語 可以嗎 所以這兩個結構 是不一樣的結構 表面上看起來都一樣 to please 是不定詞組 其實是不同的結構 可以嗎 還有照一個控制結構給大家看 張三 邀請李四 來台北 來研討會 張三 答應李四 來研討會 好 請問 假設這個來研討會一樣 跟英文一樣 是一個類似不定詞組的 它也是個位語嘛 這裡有個位語 邀請跟答應嘛 對不對 這是組一個位語 那這邊是一個像類似不定詞 像這個一樣 請問來研討會的人 依據 第一句 來研討會是誰 張三邀請李四來研討會 其實是誰要來研討會 李四 張三答應李四來研討會 其實來研討會是誰 張三 發生什麼事了 一樣 我們假定在漢語裡是 漢語很容易有無主句嘛 這大家講過嘛 所以比如說老師從遠方 要走來教室 你可以說來了來了來了 主語不要講 你不用說老師來了 老師來了 老師來了 就來了來了 可是你怎麼英文說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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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要說he comes 對不對 he can 一樣我們假定這裡有一個 空代詞的主語 空代詞的主語 主語指射到的是冰語 我們叫做 object control 冰語控制 空代詞指到的是主語 張三 我們叫主語控制 所以控制可以有兩種 這就跟這個一樣 控制結構 ok 漢語有沒有提升結構 有 有空代跟你們說 好接下來看句子的層次分析 來 層次分析就是告訴我們句子裡頭 除了這種以外 句子還有層次關係 怎麼說呢 你如果沒有衍生語法的概念 其實是區分不了這兩個 區分不了這兩個 為什麼 他表面看起來都一樣 對不對 如果你相信夠式語法 你也沒辦法區分這兩個 為什麼 他通通都是某某人以形容詞 加上不定詞組 長得都一模一樣 為什麼同樣的格式 就是對應到完全不同的命題 因為格式長一樣 一模一樣 你只說你不同的主要位語 對吧 如果你沒有衍生的概念 就是沒有 集體形式跟表面形式是不同的 這種概念的話 區分不了這個 再來 the boy jumped the boy jumped the boy是主語 jump是位語對不對 那the boy一定是先形成一個成分吧 對不對 沒問題吧 所以你看the boy這裡有個節點 請問你 boy跟jump是一個成分嗎 他會形成一個單位嗎 語言單位嗎 不會 為什麼 動詞他自己 boyjump是什麼東西 我一直會告訴你 這世界上沒有boyjump這東西 可是我們知道the boy是一個成分 他是名字字柱 可以嗎 所以是不是有結構關係 有啊 因為the boy一定要是一個結構 那這個樹狀圖上的節點 它代表的意義是說它是一個成分 所以boyjump不會是有一個節點來代表它 所以boyjump不會是有一個節點來代表它 那這個節點就是整句 可以嗎 好 年輕的人要尊重年老的人 要怎麼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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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我們可以這樣畫 首先年輕的人 年老的人 形容詞加上他的名詞 是一個名詞組 對吧 好 好 然後尊重年老的人 整個是位於 尊重年老的人 整個是位於 整個是位於 尊重年老的人 整個是位於 動詞組 再加上一個住動詞 你可以說住動詞跟動詞的關係比較近 所以老師你換三項子不對了 好 沒關係 那你就換這樣 住動詞加上動詞組 這變成一個住動詞組 加上這個 主語的 年輕的人 也一樣是形容詞加上名詞 這整個是一個句子 對啦 这一样告诉我们什么 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一个成分 年轻的人是一个成分 你不会说人尊重是一个成分 人药是一个成分 人药是东西吗 不是啊 他什么都不是啊 可是年轻的人是一个 主语的名字主 所以这个处状图上的每一个节点 都代表一个成分 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一个成分 有小的成分组合 越大的成分 从词的层次子到词组 词组到句子 有小而大 句子是有程系结构的 你说老师这个有什么好处 或者是说我怎么判别成分 好处等一下再讲 我怎么判别它是一个成分 首先这个节点 他能不能用代词替代 年轻的人要尊重年老 你问说他们要尊重年老的人 可以 他们指的是什么 年轻的人 可以用代词去替换 表示它是个东西吗 它不是东西 你怎么用代词去替代 代词本来就是来替代一个成分 而且他只能替代名字主成分 对不对 你说老师这个节点 尊重年老的人 你说那你可以替代吗 可以哦 年轻的人要尊重年老的人 不年轻的人也要 也是 也是 也是的那个是是什么 如此的意思吗 是是什么 尊重年老的人 所以动词组这个是不是一个成分 是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成分 也是啊 你可以说是 年轻的人也是 意思是也怎么样 要尊重年老的人 所以这个节点 可以被替代 对吧 是是如此的意思 都手 也可以 也要 也要的时候 年轻的人也要 是什么 替代是什么 尊重年老的人 所以一个成分 它如果可以被替代 如果可以被删略 刚刚我们讲删掉不要讲 它都会是一个成分 以成分为单位 才能在做 居法的运作 去替代 去删略 去移位 什么移位 比如说年老的人啊 年轻的人都要尊重 可不可以把年老的人 移到巨手当话题 可以啊 那可以move around 可以移位的东西 它一定也是一个成分 你怎么可以移这个 比如说 药尊 药尊是一个成分吗 不是 所以树状图有没有一个节点 叫做药尊重 没有 有没有一个节点叫人药 没有 对吧 好 就是树状结构 好 那接下来有一个 我的那篇关于性别议题的文章 请大家回去试试看 好不好 好 回去自己画画看 那一个成分能否跟一个结构 跟另一个结构组成结构 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个就是整体要有语意 比如说刚刚那个 我得那篇关于性别议题的文章 得那是一个成分吗 不是 性别议题是一个成分吗 是 关于性别议题是不是成分 可能是一个阶系词组 对不对 关于性别议题 那关于性别议题的文章 是不是成分 也是他可能是一个名词组对不对 那篇关于性别议题的文章 是不是 也是 那请问我的那篇是成分吗 我的那篇 不是 我的可能是 那我的那篇不是 那请问偏关呢 那一定不是嘛 对不对 关于性 也不是 好 所以一个成分要有整体语意才能是一个成分 组成成分之间还要有语法关系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选择限制 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结合的条件还要符合整体的语意 也不能达成关系的建议 例如上面的关于性别都有意义嘛 对不对 但是性别要跟问题先产生一个性别问题 OK 形成名词 然后你才可以说关于性别议题 所以关于性别可能也不一定是一个零级成分 像是上面这个方法把一个结构一直切割 一直切割它临近的成分 直到最后不能再做切割 我们叫做IC分析法或紧凝成分分析法 那分析分析 这样子一直结合到最后最底层这个 这叫做终极成分 终极成分 你说老师你刚刚画是从上面画下来 我能不能从下面画上去 当然也可以啊 下面画上去怎么画 下面画上去 比如说年轻人要尊重年老的人 我要年老的人这里是名词人 然后形容词年轻的会变成一个名词组 或者是我们叫执事执组 对不对 年老的人一样 人跟年轻的先组成一个成分 叫做EP好了 好现在尊重年老的人 组成一个动词组 对不对 然后这个药是一个组成一个 组成一个住动词的词组 然后再跟主语形成一个句子 对不起喔 好所以呢 这样可以吧 好那所以关于性别问题 合起来再加上关于 那Pretty Girl的话是哪一个 左边还是右边 A跟B哪一个是对的 Very Pretty先形成还是Pretty Girl 哪一个 哪一个 嗯 嗯 如果你是左边的话 你是Girl who are very pretty 如果是右边的是Pretty Girl who are very 其实是A 对不对 因为程度负词very是修飾Pretty啊 是Pretty的程度啊 对不对 然后才是非常漂亮的女孩 那I can go是哪一个 对 对 一样是A嘛 诸动词跟动词要先形成 所以锦铃的成分句子的分割次序是下面 好 那其意的话是指字或词有多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意义 那这个也可以用树状图来体现 比如说他修理在车库里的车子 所以其意的话是字词句子有一个以上的意义 我们叫其意 英文叫Apigurity 那其意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说这句子里有一个词 它是一词多于 一词多于当然就是两个以上的意义嘛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它的结构让它有两个意义 比如说He repair the car in the garage 中文他修理在车库里的车子 跟他在车库里修车子两个语义嘛 英文这个有没有 in the garage 它是一个界隙词组 如果你把界隙词组跟这个修理先连成一个成分 它的意思是什么 在车库里修的意思 那有没有可能是He repair 然后呢 the car in the garage the car in the garage 是一个成分 在车库里的车子 有没有可能 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语义怎么区分 我们用刚刚学过的 IC成分分析法的话 这个是He repair the car in the garage 首先呢 是怎样 the car in the garage 形成一个成分 车库里的车子 然后呢 修理 他修理 在车库里的车子 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 in the garage 他以三根先跟repair 形成一个成分 然后呢 再来the car 再来Heat 所以呢 他是在这个车库里修车子 这个如果要画还是很简单 我画第二个就好了 in the garage 首先是这个这个成分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介细子座的成分 那这个先跟他形成一个成分 这个是一个片 然后再这样 这样 就是这个 the car in the garage 这样会变成 the car in the garage 所以要这样 这样 repair the car in the garage 在车库里修车 这是第二句子 对不对 那如果呢 是车库里的车子的话 这里要这样 他跟他要先在一起 车库里的车子是一个东西 然后呢 修理 好 那所以语句呢 都是由组成成分形成的 那这个构造成的方式 它是层次hierodical的 所以是立体 句子是立体的 而不是线型的 那回到这个基模 这个刚刚讲过啦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现代 60年代是这样 现在我们不要持足率了 上次有讲过持足率的问题 那他也不要 因为我们要捕捉是 所有语言的共同现象 所以每个语言的不同 有人说 就在词库啦 就是哪个声音形 是对应到哪一个词 哪一个语意 这是近代 minimalism 我们叫做 极简方案之后 minimalism之后 持足率是这样 持足率大概就是写成这样子 那每一个树状图 我们都可以写成持足率 比如说这个呢 怎么写 s就是np加上vp 然后np就是形容词adj加上np dp被写 然后vp呢就是动词加上名词组 那你只要把词相填到这个持足率 就会得到这个句子 那树状图的最下面我们叫终极成分 所以一个语言的持足率就是有这些可能性 句子是名词组加 助动词加上动词组 这有点像我们看在那个 交查里面看到的语发点 但是不大一样 动词组可能有这几种可能性 可以是b动词加行动词 b动词加名词 b动词加接行词 也可以是动词加上名词加上接行词 等等 好 回去的功课 请大家画1跟2 2是奇异巨龙 flying cats can be dangerous flying cats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放风针这个东西很危险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再飞的风针这个名词 ok 好以上 那变形率的话 变形率就是把一个词组去做 如果增加删减移位去改变结构 这是我们讲过 所以比如说直数句 变成被动句 这个是双兵句 双兵句变成dative construction 或是被动句 或是一种这个叫做clef clef flying cats can be dangerous chicken numbers 所以一个结构 句子跟结构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example1这边是直数句跟被动句的对应 它表示变形没有改变语义 其实是讲的同一件事情 就是约翰打了那棵树 为什么他打树我也不知道 那树被打了意思是一样的 同一个事件 还有句子结构跟语义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所以同样的语义呢 你可以是不同的句构 同样的句构也可以是不是同样的语义 那一个特殊的意义体现不同结构 然后第三是一个结构也可以有不同的语 这里有一个挫折 是不同不一样的不 那变形率也有一些变体 一定要用的选用的等等 表面结构跟生成结构 我们认为我们所听到的句子 看到的句子是它的表面结构 那这个表面就包括生育系统的资料跟语义资料 那生成结构是存在表面结构的抽象结构 又叫内在结构 所以呢 表面结构由生成结构衍生而来 表面结构意义跟生成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任何变形基本上是不会改变意义的 好 接下来 所以支持学习语法的人会认为 生成语法有一些优点 第一个 所有剧情用简单的符号公式来说明 它变化过程一目了然 第二个 长而复杂的变句其实它是从生成结构简单的来的 所以老师可以先教基句再教变形 使教学语法怎么样 有系统的介绍字构 由易而难 请点上由易而难 由简而翻 由易而难 由简而翻 第三个 很多剧情原来独立不相关 现在可以寻找他们关系了 所以只要介绍句子的前后关系 持续就可以明白它的演变过程 最后一个 一词多译的奇异句 如果你把它还原到基底形式 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许多学派用为原学习的历程 不一定是希德的历程 所以语法学习对学人不一定有帮助 这个还是少数 大部分人还觉得语法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那比如说 Total Emergence 沉浸式教学 他可能希望大量沉浸在目标语的环境 所以不一定会把语法拿出来特别教 但是就是看你的那个 你以后处在教学的环境 跟你的信念是怎样 那有些句子合无语法 但不一定会被使用 有些句子不合语法常常见到 就刚刚讲过了 It's me 这种情况 好 所以如果你认为语法是需要教的话 其实是会有上面讲的那四个优点的 好 以上是今天的课程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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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